今天想跟您請教一下 最近新聞一直在報導這個 李克強逝世 甚至還透露出 大陸有66名高官密集的調詭病 您怎麼看記者新聞呢 我覺得這個就是捕風捉影 就說看一眼生一個小孩 當然你可以懷疑 這被懷疑很正常 因為最近中共連續兩個高官落馬 一個是外交部長秦剛 一個是浮王部長李尚浦 但整體來講呢 這種捕風捉影它主要就是說 歡迎來到耿邊來聊天 您好 歷史哥 今天想跟您請教一下 最近新聞一直在報導這個 李克強逝世 甚至還透露出大陸有66名高官密集的調詭病亡 您怎麼看這則新聞呢 我覺得這個就是捕風捉影 就說看一眼生一個小孩 就李克強的事是 當然你可以懷疑 這被懷疑很正常 為什麼 因為最近中共連續兩個高官落馬 一個是外交部長秦剛 一個是國防部長李尚浦 但整體來講呢 這種捕風捉影它主要就是說 中國又要崩潰啦 中共又要內亂啦 所以中國崩潰論 其實最近有一張廣路上流行非常有名的圖 就寫說中共崩潰論 2001年 2014 2016 就幾乎每隔三差五就有人會出這種書 現在最新的書出到2031年 而且那個出書的人呢 還是前民進黨當時派任的朱瑞士大使 所以本身也是有背景的人 其實他也出這種書 所以講白了這樣的一種言論 他主要就是對同溫層來講 就是那種反共同溫層 其實就是他們台派的同溫層來講 就是爽 有流量可以吃 那對於呢 這個外面就是有混亂的效果 放一劑混亂 我是覺得沒有充分的證據講這些話 都蠻可恥的 這個大家也知道嘛 這個周公恐懼流言日 對不對 這個大家連周公都會怕流言 那孟母都要三千了 對真身都要殺人了 那我們到今天還要三人成虎嗎 我是覺得大可不必啦 你可以討厭這個對岸 你可以對中國的體制有所質疑什麼的 但是做那種所謂用意測試幻想式的 然後擴大去解釋 我是覺得蠻瞎的啦 所謂的66位高官 那是66位是多高的官啊 是多長的實線啊 他們大概這個很難解 那再來整個中共的官員的數量有多少啊 這麼大一個國家 這麼多的人 那算出來比例高不高啊 我想這樣子才有它的可合理討論性 而是單純的就是打出說 你看最近是這樣子啊 那以李克強做文章 那我是覺得 講來自尖一個字掉 瞎 感謝歷史哥跟我們的分析 那我們下次耿邊雷聊天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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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下次再見